岛屿 忠臣被斩无人敢收尸 宁记冲入刑场填写缝头 大喊五字字吻 宁朝土木宝之变 是一次重大的危机 宁英宗玉驾亲征大败被俘 朝中大臣荒作一团 不少人建议收拾行李逃命 关键时刻于谦站了出来 协助新皇朱祁玉登基 最后大败瓦剌 但是战争结束后 残留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宁英宗被瓦剌放了回来 但是新皇帝已经登基 自然是将他软禁在后宫 几年后 在后宫谋划已久的宁英宗发动了政变 再次登基当上了皇帝 当初协助朱祁玉的人在劫南逃 于先手当其冲 为大明尽心尽力的忠臣 就这样因为皇室权力纠纷 被无辜杀死 如果说于先的死是在所难逃 毕竟他选择站在朱祁玉这一边 那么另一位忠臣就是真的死得太冤枉 此人就是杨俊他 家中背景显赫 曾经为明朝立下过汗马功劳 宁英宗被围困的讯心传来后 杨俊奉命紧急赶赴战场救援 但是宁英宗率领的大军溃败的太迅速 等杨俊赶到时已经晚了 宁英宗重新登基后 以救下来迟的理由 将杨俊扎手 杨俊悲愤不已 为何他前去救援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朝中文武百观心之肚明 但吴义仁敢站出来为他说话 竟懦弱至此 杨俊被斩的那一天 往日的同僚家中亲朋好友 吴义仁敢上前收尸 害怕被杨俊牵连 忠臣最后众叛亲离真是可笑 最令人可笑的是 那些平时高高在上官员最看不起的戏子 却在此时挺身而出 京城铭记高娃 仰慕杨俊已久 但是碍于身份差距 遭到杨家的反对 一直无法嫁入杨家 他亲眼目睹杨俊被斩镜无人收尸 悲愤中冲入刑场 用嘴舔干脖子上的血 拿出针线将杨俊的头缝上 虽然早就见惯事太炎良 但高娃从来没有这么寒心过 他大喊去杀忠良 也后自吻于刑场 陪助他仰慕的男子一同上路 杨俊死后也能得此家人相伴 不枉这一生 忽然让人想起那句十四万元奇结甲 命无一个是男儿 满朝文武 同袍就有 不却如一个女子 或者说是戏子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方讨论